這個專案來提案的是綠盟 還有跟公民便中配 他們挖資料和整理資料 如果整理出來可能會跟綠盟的專案 透明足跡串在一起 有可能的話 現在目前是在整理資料的階段 之後會開放API 大家好 我是Lyn 我負責資料整理還有視覺化的部分 我們資料因為之後想要 任何人都可以拿得到 也可以處理 所以我們資料是從公開資訊觀測站上面 公司會公佈的財報去PASS出來的 財報裡面會有它的職工師的列表 然後還有它的上面也會公佈它的董監事名單 所以董監事名單就是它的母公司的列表 那整個把他們的關係給爬出來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把數個公司 然後就是匯集成一個一個的集團 那目前資料其實還在整理當中 那我們就是先用其中 我們已經算整理好的2013年的Data來做呈現 就是首先就是 例如說我們整理出來的話 就是這些後面這個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怎麼幫集團取名字 所以現在這個集團的名稱 目前是上市櫃公司 就是我們PASS到的名稱 然後我會給集團一個代號 那集團代號填進去以後呢 就可以這裡面就是它在我們資料爬出過程裡面 找得到它的子公司的列表這樣 那目前這是一個簡單的呈現 那這些公司以後這些Data全部都會open出來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跟你自己手邊的資料結合的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 那裡面的是最basic的就是這個集團裡面 然後它它有哪些子公司 然後這些子公司的統一編號是什麼 類似這些基本資料 那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我們要怎麼跟其他的資料來結合 先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要查詢某間公司 就是你不知道它是屬於哪一個公司的話 那你就是簡單打它的公司 男子亞說 我的眼影 我就… 這個…